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现在中共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很多 企业家肯定是最受苦的一群人对吧 民生银行一千亿的不良资产 让省公安厅去要账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800亿已经要回来了 动用公安警察去当这个讨债公司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你不能太有钱 公安就会天天来找你了 你根本就活不下去的 现在公安比黑社会还要黑社会要账 他想败你的时候 那刑法拿出来这种国家机器的力量 是完全没有办法对抗的 现在政府变成了债权人 警察法院都去追债 等于是彻底破坏了市场这个规则 许佳英的一句话 企业造大了就是党的 就党要随时可以把你企业拿走 没有信用 没有民众的这种信任 现在中共的做法就是自询死亡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在关注价格在哪 Beer 你未经许包括 你未经许包括